另外勤的就是帕萨蒂娜的市长 还勤的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长 我一个 我们四个人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把我看到这份资料 问检察长 我说这个苏兹说是真的 他说是真的 我说你们现在有没有方法把它遏止 他说没办法 我说如果不能把这个事情 遏止住30年之后 美国会往国 我就提出这个警告 你看美国这个青少年杀父母 那是常常听到 在学校杀老师 杀同学 美国的枪支没有管制 到了那个那个卖武器的店 从手枪到这个这个手提机枪 很便宜 那个不是玩具 真枪啊 一支手枪 我在美国那个时候 20块钱 所以美国的这个小学生呢 书包里都常常有手枪啊 你这个事情很麻烦的 一直到现在 好像枪支还是没有管制 有些国家的时候 有管制的比较好一点 那这小孩玩 还都是玩玩具 不是玩真 所以这个电动玩具 游戏机害死人了 我从青少年迷在这个游戏机里 我就感觉到 外国宗教里面讲的 世界末日 世界末日 可能与这个有密切的关联 现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有核武国家的 这些国家领导人 都还很有智慧 有克制自己的能力 不会发动核武战争 因为大家都知道 核武战争是没有胜负的 是同归于尽 毁灭性的战争 所以不太可能会发动 可是从游戏机教育 教出来的这批人 那他们长大的时候 他们玩游戏 那就太可能了 你能保证他们不发动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